夫妻结婚多年恩爱有加 可妻子却在丈夫口袋里发现一只女人用的面部喷雾 然而丈夫却坚称喷雾是同事给的 转天在诊所工作的艾莎又碰到了丈夫同事 才意外得知他们每天四点就下班了 可明明伊凡晚上很晚才回家 艾莎也并未在伊凡手机中查到可疑之处 在患者艾莉卡女儿的服装店开业party上 艾莎又找不到同来的丈夫 她跟随一个身影很像伊凡的男人进入别墅后 却听到了十一间里男堪的声音 愤怒的她拉开窗帘 才看到是个外国男人和自己的助理在里面 幸好一切都只是误会 晚上伊凡正在忙工作时 艾莎看到她平板上一个装修很棒的室内照片 伊凡解释这是她一个客户的 她觉得装修不错特意存下来做了平保 艾莎则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 第二天艾莎的患者珍妮在街上无意撞到了 伊凡正在和一个女人谈笑风生 她还送给女人一盒香水 珍妮顺手拍下照片 发给了艾莎 艾莎马上拨通了电话 艾莎让珍妮离得近些再拍一张 也许自己能认出女的是谁 然而直到她们分手时 珍妮也始终无法拍到女人的正脸 当艾莎看到她们分开时如此亲密的照片 几乎气到无法呼吸 她竟一时不知该如何解决 晚上伊凡送给艾莎一瓶香水 庆祝和艾莎的丈夫拉到了投资 这意味着她的线上案可以正式开展工作 她感谢艾莎带她参加的那场服装party 才促成了这笔投资 可艾莎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晚上伊凡的母亲给女儿打句电话 告诉她儿子拉成了投资 明天要举办仪式庆祝 以后儿子也终于有资格成为一家之主 艾莎偷偷给珍妮打电话 约好她明天见面 她按下决心假如伊凡真有事 一定会让她尝尝背叛的滋味 周末等伊凡带儿子出去骑车时 艾莎趁机翻箱倒柜 想找到一些可疑的东西 可从家里又到车里 完全没有任何线索 她和珍妮坦白什么都没有找到 艾莎请求珍妮能跟踪伊凡 届时一定会揪出那个女人 珍妮则提出你先拿到她的手机 得到她的电子信箱 接下来她会想办法的 很快艾莎就给珍妮提供了伊凡的邮箱 珍妮叫来了她的男友 希望她能想办法黑了密码 在男友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入侵了伊凡的云端 没意会艾莎就收到一份珍妮转发的邮件 是伊凡发给另一个女人的合影 她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是自己患者艾莉卡的女儿苏菲娜 也是投资人的女儿 随后还有一行字说 艾莎在诊所遇到了我同事 你要注意点别露线 艾莎头脑一片空白 她气愤的跑回去打碎一瓶香槟 接着她狠狠的将尖锐的玻璃插进了伊凡的肚子 伊凡痛苦的倒在地上 突然伊凡妹妹的男友 也是丈夫的合伙人 亲拍了艾莎一下 她才回过神来 庆幸刚才的一切都是想象 在庆祝塞拉拉APP正式上线的仪式上 伊凡非常激动 毕竟是整个团队筹划三年才有的结果 她感谢了投资人雷泽先生和艾莉卡女士 最后她还刻意感谢 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妻子艾莎 艾莎轻轻轻走上前去和丈夫热吻在一起 站在一边的苏菲娜看到这一幕 她气得晕倒在父亲身上 艾莎则给她做了几项检查 幸好只是血压有点高 其他并无大碍 艾莎明白她为什么晕倒 但她目前没有实际证据 并不想轻举妄动 之后艾莎借口说诊所有事 她匆忙离开了会场 回家后她痛苦不堪 她将伊凡的衣服全部扔在地上 又将他们的结婚照摔碎 最终她筋疲力竭无奈地坐在地上哭泣 之后的日子 她每日疯狂运动来排解紧张不安的情绪 似乎只有荷尔蒙才能让她彻底放空自己 伊凡完全没有察觉到她的变化 依然每天在她睡着后才回家 艾莎丝毫没有表露内心的不满和猜疑 伊凡不知道妻子心中早已胜出一个完美的复仇计划